台灣 生育 乖了 還沒到國慶假日 員工就這麼嗨 就是因為這間公司的職員 可以禮拜四就提前先放假 老闆訂出規則 只要員工自拍國慶祝福 上傳社群網站 就能夠多放半天 而如果再邀請外國朋友 一起拍祝福影片 集滿104位 所有員工可以獲得有薪假一天 很興奮 就覺得有這種福利 然後我達到了 然後是比別人多放一天假 因為我剛好住在斯達附近 所以遇到滿多外國人的 大概花了兩三天 科技也景氣不佳 要停證員工士氣 老闆逆向鼓勵員工 不僅能讓大家修個扣本 也可以達到提振士氣的目的 同事同仁 其實在這個過程 公司的工作當中 其實都是非常辛苦的 並沒有想像中很輕鬆 但是我只是希望 藉由這樣的機會跟方法 讓同事能夠更活潑 跟輕鬆的方式來度過 而國慶假日 比別人多一天的 還有這家公關公司 不過不是人人都有 你得任職滿五年 而且業績有達標 這一個月就可以 每個禮拜都週休三天 而遇上國慶連假 還可以直接放到週一 我覺得非常棒 讓我下個月會更有動力 繼續衝 我們本月已經有達成的 同仁已經有一位 那目前現在是月初 那我看看 預計可以達成的目標的話 我覺得我們部門下個月 應該還有三位同事 真的好羨慕 但這群員工可是很努力工作 和老闆一起打拼 才能享有這麼多天的 國慶連假 接著林偉張佩奧台北報導